歡迎大家收看八字天輪的 身邊有唐忠信師傅 師傅收到很多觀眾的耐信問題 對… 請教你 馬上不如解答觀眾的耐信問題 好… 第一位是一位近女觀眾 出生於1967年10月 她說自從大學畢業後 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沒什麼專才 在2009年和2012年時 突然被人解僱了 之後就做了一份長期開業的工作 身體也越來越差 不如我們先看看八字的屬性 為何這兩年會突然被人解僱 也好, 大家心中有數 遇到這種年份 可能會否要特別留意自己的行為 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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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我們看看這位女觀眾的八字 她就是新今日主 印聲丙鈴, 透這個劫聲 這個地資有三個人對吧? 是的 對, 那就太多了 我們經常形容這些做什麼 你經常聽我說的, 觀眾都聽得多了 也叫做印重 但它天干就沒有印 對, 天干沒有印 當然不會將它變重了 但問題是收藏在地址 那些東西就屈在心裡 連傾訴的機會也沒有 或者不願意, 或者沒有印 因為金本身是很敏感的日主 對一些好事、壞事、環境的變遷 也會有很敏感的情懷 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像他所說的 大學畢業了, 也有一定的學歷 好像沒什麼作為 這種其實就是一種感慨 如果這種感慨去到積積埋賣 很容易影響健康、 影響心理 要留意 最重要的是一個八字 就是定去身旺日 基本上這個八字就是要身旺 身旺印寵是一個很麻煩的結構 可以自己慢慢成長 自己去修養 我們這樣說 用什麼呢 就用雙 用雙 所以他可以讀到書 但我畢業 可惜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身旺就要財 對嗎 是 身旺就無財 財就在這些什麼 在這些語氣 所以那個力量不太夠 相食無財 還要相觀見觀 這個不是觀 這個是殺 但還是黑的 還是黑的 沒有了財通 對, 還有一個缺點 可能不是經常都有的 一個跟觀眾介紹一下 就是一個叫做回黑 也有聽過 回黑就是一個 是 對 但是不要緊的 黑 但問題是有傷吃 所以有生傷吃 黑回黑就是野禍 所以有很多東西 很容易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可能他就會中招線 也會 剛才你說他有一年 是嗎 是 他有兩年突然被解僱 當時是2009和2012年 我又有奇怪的一件事 因為我看回他的大運 當時他的大運是鴿人大運 就是他的起神 是財星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 正在走這個運 對 還有人害俠 合目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 因為他的命底 就是身旺無才 他行床任務就好 是嗎 是 但行床任務就好 你要看你能否掌握 這樣就過了就沒有了 而且要看他裡面 有沒有特別的流年 就是他起伏很大 很大的缺點就是 好的 大運是好的 但好得不夠穩定 因為那個甲跟這個蔥 有急衝 有急衝 好, 還好 他會找回工作 原因是因為 他是藥的起神 他是行運事件 知名無 他就衝那個技神 幸好這個劫子也不算很強 他就叫做行運的起神 就是衝那個命局的技神 就是炒了, 找回工作 那為什麼是那年炒呢 我們來看看 他200… 2009年… 2009年是幾炒年的 幾炒年 幾炒年 幾炒年就是印 土, 生燈 對, 偏印 土, 地支是土 沒錯 新旺行 突然間有一年印運 這樣就不奇怪了 印就是要你不開心的魚 就是硬硬硬 還有就是出醜味三成 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被人炒而已 幸運 如果沒有其他東西 他可能不會捨得那麼清楚 這麼清楚 估計不止… 不止是被人炒 不止是這麼簡單 對 可能這件事對他打擊大事 所以就記得 我們看到了 是 所以這三型 身旺行運 要你好運也不行嗎 他就讓你找回工作 2012年行這個就是任神年 這一年其實為什麼會預視到 他會再被人炒呢 對, 任神年不是印 一個印就是土, 是嗎 對, 上面就是霜 對, 霜是霜 霜是霜, 天地膠戰, 榴槤 也不要緊, 沒有印乾脂糖 那麼厲害 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叫做神褲 就是褲的月支都影響 神褲 我們記得是土、褲、土 那些魚氣都沒有了 是 沖旺的肚子 而且你不是忌神忌忌神 沖到忌神旺 那有什麼辦法呢 沖只是動也 那就要承認, 神神承認 所以他的契機這兩年 真的很承認 所以還好呢 他還是一個叫做好運 否則他被人炒後 也不需要找工作 根據他現在所說 現在就找了… 自從這兩次被人炒後 一直找到工作 就是上夜班 對 但年紀也不輕了 現在身體走下坡 也不想經常上夜班 對 他就想問一下他的生命 做生意又行不行 這樣 我們已經說了 身往無財 身往無財做生意是時抵 不過如果是行運 你可以在好運上看看 試試看 見好就收 也亦無不可 但我們看看這位觀眾 他本來行運契機只有二十年 我已經行運了十年 過了嗎 然後就行下一個 一五年月 對 這個就好 是偏才 是 好了 不排除他有運 但問題是 這十年 月更一合 一合變回劫 那就已經不太理想了 是 那茅味呢 我有個財局 是吧 有個財局 好 但問題是 茅率又化火 兩個的 茅味 一個 茅率一個 有些人會說 茅味是搬局 那是否應該讓老 這個茅率是六合 如果觀眾記得的話 但在我們的看法上 無露可讓 各有各 所以他很想做生意 有一種心 就是因為這個運 令到他上升 但問題是 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 他如果要搬局 如果身體又不好 資本又不太多 其實是搬不過的 因為觀眾自己也會說 年紀不小 對嗎 我想留一些錢 會比較好 打工雖然會比較益 但問題是 至少收入會變多了 因為始終有財 那這位觀眾就知道了 因為他原本想問 哪些生意適合 但原來打工會比較穩固 而且他是薪金 我們說日主的事 也說得很清楚 是吧 薪金喜歡大盆人做事 你可以學立雞群 但不是領導性的人物的隔離 好, 工作方面就是這樣 感情方面 他同樣有問題想請教師傅 對… 他說一直以來 他處於一個三角關係 對方還是一個有負之膚 我想知道自己的感情路 會是怎樣 感情路比較有崎嶇 這位觀眾需要找些方法 去記起情會比較好 因為情感上 婚姻、女生… 你一看, 我有觀察 是嗎 有, 觀察又得殺又得 你印重嘛 那就洩氣了 你想想, 觀察在這裡 這麼遠路 不斷生印 這裡是一個劫 這裡是一個印 這裡是一個印 都死了 還有, 也不要緊 問題就是 雙棍坐… 坐腐功 呼功, 透肝通筋 是不是很強 而且這就是時處 你這樣透的話 這個又是印 印竊雙刻 那你的觀察怎麼近來呢 所以變得比較弱勢 你說現在是一個三角關係 是 其實是不應該繼續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不會有好結果 你就是要結束 雖然這件事很痛苦 但結束後 你才可以 個人投入另一件事 或者是 加憑結有 或者是培養興趣 你始終有學歷 對吧 要找一些有意義的事 做應該也不太難了 其實也是專心工作好一點 有時困在感情的世界裡 不開心會影響身體 是 所以他也想問一下 健康方面有如何呢 健康方面 有一句說話 就是命理上叫做 肚重金賣 那他就是肚重 是嗎 是 那麼重 月齡已經重了 三個肚 那他今天就說 是 新今日煮 是 專門論這些 那是代表什麼 那是代表肚太重了 那在月齡也不生金 那就是那個皮 就是皮胃那些 皮胃那些 還有他的傷吃病 還有傷吃水 那就是女性方面的… 那些苦科的問題 對 還有一個容易就是 那些神經痛 那些叫做… 譬如左骨神經痛 或者很多神經的一些… 就是左骨就比較容易出現 嗯 那就需要留意這幾方面 那全部都是什麼呢 全部都是慢 就是比較慢性 慢性 對 就是很煙悶 又長期 就是很麻煩的 就是一下子 一時三下又不能死 那些 那些 那需要留意一下 飲食、運動那些 那些 就是做身體檢查 對 對 如果可以趁這個年份 找另一份工作 不用經常上班 那可能會比較好 對 沒錯… 這時候休息一會兒 再解答另一位觀眾的內信 師傅 回來第二節的八字天輪 繼續解答觀眾的內信問題 這位同樣都是一位女觀眾 師傅 出生在1979年5月 在越南出生的 那他自己在10歲的時候 移居了美國 2000年的時候結婚 那03年的11月 就生了一個兒子 但是兒子就有自閉症 那兒子去到09年的時候 還因為腳骨就生了一個腫瘤 要做手術 他自己同時又患上了抑鬱症 但是最後兒子的手術就不成功 所以他也想問問 究竟兒子的腫瘤這個問題 有沒有機會可以治療呢 好,我們首先看看她的命格 聽見這樣說好像有點不幸 因為… 覺得不容易 對,真的不容易,媽媽 她是日金 看上去是印性 很多,很重 七個字,八個字不算 一、二、三、四、六、六個都是印 是 一個箱 其實我們可以假設它是尊王格也可以 不過就假設橫假設 看清楚它就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天乾大印 日珠是比,比是生箱 而箱就有筋 有些小筋 但問題是我們看四個都是土 土星的主器只有五十 魚氣、虎氣三十、二十 所以這條根不看 這條也要看 因為越來越大 所以不能夠去諸網 因為傷食不死 所以只可以是身亡 身亡印重 又無比劫通關 因為日珠不計數 就全部印就刻在傷食上 所以兒女在它來說 本來就是一個喜神 但就變成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因為有兒女 都會是一個包袱的意思 當然它現在已經知道 是有一個自閉症的兒子 但就算剛好他兒子是自閉症 可能別的也不定 總之就是要他去… 一生牽掛 要真是一生牽掛 因為這是命底 你如果是黑的話 一生都是黑 所以要自己去… 他想辦法去調節自己的情緒 各方面 看看如何好去照顧兒子 但他自己有病就好了嗎 他自己有病就好了 他自己有病就好了 可能身亡印重有這些症 抑鬱症就很正常 因為太多事情 心理很沉重 但他好起來是因為天干順生 是很好的優點 觀眾也要留意一下 看看自己有沒有 印…生外皮, 生傷 這就叫做天干順生 天干順生是用來 逢空化, 吉絕處逢生的 只是天干才有這件事 是, 你知道嗎 是, 你知道不行 當然順是好, 但沒有這種功能… 是, 這麼好的一種優點 因為是命理上很大的優點 不過自己就逢空化 吉絕處逢生的 黑兒女那裡就沒辦法了 因為放出來也不能離開 但兒子的生肌會否康復 例如腳骨… 對, 會好起來看兒子的 我們跟他看看兒子的狀態 八字 好, 我們看看兒子的八字 他是炳火 炳火是太陽之火 不過他在冬令出生 就是水 水很多, 很旺, 很重 但日主坐著那個… 也是火鍋, 是吧 自己日主也是火鍋 跟水打架 如果他沒那麼旺, 更好 你敲我, 敲我吧 但問題是我強勢 強勢都會反抗 變成水火膠戰論 這樣膠戰的話 當然是水贏, 火輸 所以他的狀態… 例如他有自閉 現在這麼小的腳 又有腫瘤 算是不幸的, 那種名格 這個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還有的 那就是火鍋 那就是全部都是火鍋 基本上不能解釋 所以有甚麼事呢 他會增加 增加後減少 就比較弱 這個要… 媽媽要留意 看看他會否有其他事 也沒辦法 我們要面對現實 當然… 對, 希望這輪運 好一點的時候 他就會好一點 但我看到女觀眾的八折 都是需要一輩子照顧 一個小朋友 所以這方面真的要 要無限愛心 不過沒有愛是偉大的 我想做媽媽的 無論是兒子 甚麼情況都好 最重要是多給他一點愛 希望可以在一個快樂的環境成長 但女觀眾也想過 跟他老公 再生一個小朋友 再生一個小朋友 其實如果根據他本身 這位女觀眾命底的情況 其實是否不適宜再生小朋友 這個不能夠這麼鍛鍊 只不過既然你身亡印寵 而你牽掛 你不會生一個幼稚圍 另一個幼稚圍 那麼對 沒有可能的 但有別的嘛 疾病有很多 要你牽掛的很多 因為有很多種類型 你要預計這件事 如果你能夠承受的話 你去評估自己能夠承受的話 當然你可以生 但問題是 你身亡印寵 有時有些事情 你看到眼前 你又上了心 又放不開 那便自己拿虎離身 我是這樣的看法 而且你說生生生 要看運 是嗎 看運是否真的 如果他一定堅持要生 是否要生得出 我們來看一看 就是那個 走這個 走這個運 走這個運 這個運 去給食 是嗎 即是金生水 給生食 劫生食 你要生是可以生的 嗯 就算這個 再遲些 這個遲些 這個遲了 這個也是吃的 也是給食 即是說 如果你是個人堅持要生 其實是可以生的 嗯 只不過你不只是生的 生了出來 有很多厚續的事情 要去處理 自己考慮 嗯 還有我個人意見 可能現在的孩子 還需要很多時間去照顧 其實很小 對 可能暫時未必有時間 多照顧一個小朋友 所以這位觀眾要認真再考慮一下 另外他自己說 因為他之前和老公經營那間火鍋店 2004年的時候生意很好 但是到了2014年 因為他曾經之前賣過給人 再接手的時候 生意很差, 一落千丈 最後也結業 其實他適不適合做生意 我們說新旺 也是一個道理 新旺要見財 嗯 就是有些希望 因為你做生意 你要財也往 要聚財 嗯 即是貨如輪轉 客如輪轉 這樣才行 他新旺無財 得相食 做生意真的很吃虧 我們說看運 我們看上去 大運也是相食 也不是財 所以他做生意 他的好生意很短暫的時間 可能是流年 有時候一次掌三虛 你往往 然後又不往 做不然 種種原因影響也好 他又要頂給別人 頂了給別人 人家做不到 他又回去做嗎 是這個意思嗎 是 我想不太行 因為如果我們看過 他已經走到新運 新運 是 新運是結運 結運就是黑財 你身旺無財 行結運 那你竟然生意 要本錢 對不對 更加扔錢 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 即是不應該做 不應該做生意的 不應該做生意的 做哪一種 對 對 對 至少他也要找回自己 一個可以做的運作 對嗎 他行相食、給生相食 那怎麼辦 你相食生財 如果他命中有財 就沒問題了 給生相食 我相食生財就可以了 可以的 可以靠名氣 做響的名字 有很多人來找 就可以了 但現在你沒有 沒有,那怎麼辦 所以這件事 真的要好好認真地考慮 還要認真地考慮 火鍋店的生意已經結業 呂觀眾來信沒有說 他現在自己有沒有工作 但是老公有工作 他說老公每天要工作 十五至十六個小時 雙手開始出問題了 所以他現在覺得自己 無論是工作、家庭、子女 似乎都像前路忙忙 其實整體上 接下來這位女觀眾的運會是怎樣 那樣的 前路各個都覺得很迷目 他現實上面對的事 都是令人覺得… 很不容易 對,很不容易 但沒辦法 人都是要面對現實 但他有一個用神 他要發揮 不要轉到不好的東西 既然丈夫有自己的命格 他的運勢 健康走下坡 可能也會影響收入 即是他要頂的 是 他用傷 傷是聰明星 是名氣星 他放開懷抱 看他手上有甚麼才藝 懂甚麼 不懂得學 他還有食運 然後 是嗎 未來20年開始 還有鼻子 這個鼻子是生食 你便用食去生財 也不會太多 因為滋命沒有 但問題不是不行 如果全部都是比劫 那就慘了 始終有傷食比你 所以我們還可以發揮 要找人 面對太多困境 很多好的事 優點 他都會忘記了 只會一頭財 在缺點上 你頂一頂 頂一頂 頂一頂神 想一想 自己手上有甚麼才藝 他學習應該很快 但他看不開 有一點神經質的經驗 因為身亡印重 是的 終於令他有甚麼想法 甚麼態度 所以要頂一頂神 想清楚一點 發揮他聰明的東西出來 然後便可以幫他解決這個困境 而且你要記住 你有一個優點 天干上身 所以是無絕處的 放心 記住師傅所說 因為天干上身的命底 本身有一個逢空化吉的… 就是絕處逢生 絕處逢生 所以不用怕 對, 既然有聰明才智 嘗試找回自己的才能出來 或者雖然比較辛苦 可能有機會自己擔起頭家 但如果有這種能力去照顧家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希望這位女觀眾可以加油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的八字天輪 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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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